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4年10月20号周日 长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省选专栏 投票已经结束 点票还在进行中 NDP暂时以46个选区领先 保守党45个 绿党两个 一些选区投票结果过于接近 可能还要重新数 选举官方结果会在月底公布 NDP很有可能再次联合绿党执政 西北温投票结果 西温西海田公路和北方大片山区首次被绿党拿下 西温东和北温西经过小伙伴们的努力 让保守党候选人高票当选 继续在周围大片橘色中保持自己的一点蓝色 北温中和北温市继续由华裔NDP女议员马博文连选连任 北温东同样由NDP女议员高票连选成功 本拿比是不愧是NDP的堡垒选区 纵跨北中南五个选区 一甩NDP候选人当选 其中不乏华裔面孔 温哥华市12个选区中有11个被NDP包园 只有西南角还是蓝色 列治文市西南西北中和东四个选区保守党拿下三个 剩下西南角还保持NDP的橘色 高桂林等三连市继续被NDP橘色掌控 宿里市大部 蓝里市 三角洲市 阿博茨福德市等呈现一片蓝色的天空 经过昨天大雨和瞬间洪水洗礼 小伙伴们是不是知道了不应该在什么地方买房子了呢 低洼地带肯定不行了 正对街道的下游也肯定不行了 陡坡上也最好不要 还有哪呢 第一场大气河流渐渐过去 北温哥华都会区造成严重洪灾 很多房屋被淹 大多数在城市的低洼地区和泄洪水道上 商店里的水泵 工业标准吸水机 工业吹风机 家用电风扇 去湿机 发电机等等全部售庆 救援公司接电话接到手软 位于北温东23街240号的紧急避难中心 开放给西北温局部遭受洪水灾害的居民 西北温消防市政救援部门 整晚都在清理积水地点和寒洞 西水猛涨直接冲上大街 导致市政管道不堪重负 继而倒灌进周边社区居民房屋 西温海滨大道地区变成一片汪洋 北温深湾地区也是溪水交汇处洪水泛滥 一些居民不得不通过临时架设的梯子紧急疏散 据央视网报道 天气渐冷 中国北方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供暖 煤炭需求增加 全国煤矿产能持续释放 进口煤大幅增加 为京东明春煤炭保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社团简讯 极端天气愈演愈烈 提醒小伙伴们重新审查一下自己的房屋保险 任何树导火灾水烟等灾害发生时 拨打911电话以外 同时中文联络灾害救援公司 ServPro温哥华协助救援 止损 修复和保险赔付等等 长春堂一百教育 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力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